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浩天 德州校園槍劍已經過去了幾天 悲憤依然籠罩整個美國 人們在關注事件本身的同時也在探討 為什麼這種大規模的槍劍頻繁發生 如何才能避免慘劇重演 長期戰亂的擁槍權與槍支管控在此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拜登民主黨趁機擴大政府權力 奧巴馬更是用心陷惡 被保守派痛斥太卑鄙 5月27日星期五 川普總統頂著壓力 盧基在全國步槍協會大會上發言捍衛第奧修正案 並提出了改進校園安全的應急措施 那麼 保守派人士為什麼如此堅定地捍衛民眾擁槍權呢? 我們先簡單說一下德州羅布小學發生的這起槍擊慘案 德克薩斯州的烏瓦爾德市 一名剛剛年滿18歲的年輕人薩爾瓦多·拉姆斯 用自己打工賺的錢於5月16日購買了兩支AR15步槍和彈藥作為生日禮物 5月24日 拉姆斯在祖父家因手機費跟祖母發生爭吵 一怒之下 開槍打上了祖母 在開著祖母的卡車到附近的羅布小學進入教學樓 開槍殺害了正在上課的19名學童和兩名老師 兩名警察受傷 一個小時之後 拉姆斯被趕來的邊境巡邏隊特工擊斃 這起令人震驚的校園槍擊案是自2012年康尼迪克州 桑迪胡克小學20名兒童和廖民教師被殺以來最致命的槍擊案 拉姆斯是個什麼樣的人 怎麼能毫無憐憫之心 瞄準無故的孩童開槍 在新聞報導中 拉姆斯的同學描述 他是一個孤獨的人 他因為語言障礙被欺負 在學校裡打架 在電子遊戲和網上跟陌生人聊天中尋求安慰 輟學後 自己打工 仍是獨來獨往 在習近小學之前 他向一名網上陌生人坦白了自己的計劃 拉姆斯成長在一個破碎的家庭 跟隨母親 他的母親長期與稀毒鬥爭 在他的生活中沒有父親的形象 沒有任何教會或社區 除了通過社交媒體認識的人之外 沒有真正的朋友 這是媒體描述的一個校園槍手的簡介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 不難發現 拉姆斯成長的社會環境和整個社會文化出現了嚴重問題 實際上 拉姆斯的這個形象 對美國人來說並不陌生 從2012年桑迪虎個槍擊案以來 這10年期間 在奧羅拉、帕克蘭、圖森、佛吉尼亞理工大學和本月中旬的水牛城 也發生過同樣的悲劇 槍手的情況驚人的相似 他們都是年輕人 他們患有某種精神疾病或嚴重疏遠社會 獨自往來 星期三 德州州長格萊格·阿伯特 被記者問及對德州槍支法的看法時 阿伯特回應說 需要談論更多的精神衛生資源 他說 在德克薩斯州 18歲的青少年可以購買步槍 這已經有廖世多年的歷史了 他接著問道 為什麼在這廖世年的大部分時間裡 我們沒有發生校園槍擊案 而現在卻發生了呢 確實 阿伯特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他雖然沒有提供答案 但他的言論觸及了問題的核心 造成年輕人濫殺無故的社會弊端 其中最重要的是家庭和社會的崩潰 這個問題恐怕不是通過法律能夠解決的 然而 政客和權威人士 鮮少談論這些社會弊病 面對如何應對濫殺無故 保護校區安全等問題 民主黨人就提出了槍支管控的主張 甚至想禁止民眾持槍 剝奪美國人享有的憲法地藥修正案權利 很多人也支持禁槍 認為這樣就可以萬事大吉 但是 大家再想一想 對一個精神出了問題 要濫殺無故的人來說 沒有槍 他就乖乖的待在家裡不行凶了嗎 他會不會採用別的方式呢 比如 去年聖誕節前期 威斯康辛州臥基下市 就發生了一起重大的衝撞殺人事件 至少5死48生的慘重傷亡 按照民主黨的說法 是不是應該禁止人們擁有車輛呢? 而更重要的是 如今極左的拜登民主黨有他們不可高冷的目的 其實 拜登在去年說過 到2024年還有沒有共和黨都不一定 他們一直試圖把共和黨人打成國內恐怖分子 取消民眾的持槍權是其中一個必不可少的步驟 為什麼這麼說呢? 針對羅布小學槍劍案 民主黨不是考慮如何保護學校安全 而是試圖借機推行他們所謂的國內反恐議程 就在槍劍案發生的第二天 共和黨參議員羅安·約翰遜 要求參議院通過《盧克和亞里克斯學校安全法》 以加強學校安全 這是以2018年帕克蘭高中槍劍案受害者 盧克·赫耶和亞里克斯·沙赫特命名的法案 法案要求國土安全部建立一個學校安全最佳做法聯邦信息交換中心 共州及地方的教育和執法機構、高檔教育機構、衛生專業人員和公眾使用 並收集對這些最佳做法和建議的數據分析、用戶反饋和評價 在川普政府時期 這個信息庫在已經建立的《學校安全》網站上提供 並將隨著這個法案的通過而編入法律 然而 約翰遜的要求遭到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民主黨人查克·舒默的反對 舒默說 我們需要真正的解決方案 我們將從《國內恐怖主義預防法》開始 用《槍制立法》進行投票 緊接著 在星期四 舒默就拿出了這個《國內恐怖主義預防法》 共和黨參議員實施了阻擾議事 廢掉了民主黨的這次努力 共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說 這項法案表面上是關於國內恐怖主義的 但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 民主黨計劃將我們的警察和士兵 打造成白人至上主義者和新納粹分子 並加以污辱 保羅認為 實際上 這個法案將為執法部門和軍隊 建立思想警察 要我們說 這是民主黨企圖立法清洗執法部門和軍隊 並最終控制他們 這個做法 與民主黨要禁止民眾擁槍是相輔相成的 同一天 白宮就宣布 拜登將任命他的國內政策顧問蘇珊·萊斯 負責政府的槍支管制工作 萊斯正在協調拜登的整個政府 減少槍支暴力的方法 關於蘇珊·萊斯 我們曾經在節目中介紹過 她作風強勢彪悍 奧巴馬都得聽她的 拜登沒有任命哈里斯來負責這項工作 而是讓蘇珊·萊斯來負責 這很說明問題 她表明 奧巴馬試圖利用羅布小學發生的槍擊案 開始推行她的議程 在政府部門由她最信任的人來推動 當然 奧巴馬本人也沒閒著 槍擊案發生後 奧巴馬當天就發推說 桑迪虎克事件發生近10年後 水牛城事件發生10天後 國家陷入癱瘓 不是因為恐懼 而是因為槍支遊說集團和一個政黨 沒有表現出以任何方式幫助防止這種悲劇的意願 現在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任何刑事的行動 奧巴馬把槍箭的根源歸咎於支持民眾擁槍團體和共和黨 利用人們為無故孩童被殺害的悲痛和憤怒 試圖誤導公眾 轉而反對共和黨 奧巴馬說的任何刑事的行動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她想要做什麼? 我們看看週三和週四 舒默在參與的動作 拜登任命賴斯來負責政府的槍支管控 以及各地爆發有組織的接受持槍集會 大家才明白過來 奧巴馬原來是從幕後走到前台 以這種半公開的方式發號施令了 星期三 奧巴馬又發推寫道 當我們今天為烏瓦爾德的孩子們感到悲痛時 我們應該花時間認識到 喬治·佛羅伊德在一名警察的膝蓋下被謀殺已經過去了兩年 直到今天 他的被殺一直伴隨著我們所有人 尤其是那些愛他的人 奧巴馬這份言論可謂用心險惡 他的推文一發出 就遭到保守派的猛烈抨擊 說他把這奧的大規模槍擊與佛羅伊德案進行比較 洪州網一名編輯抨擊了奧巴馬 說 今天沒有一個悲傷的父母能顧及到佛羅伊德或任何人發生的事情 現在不是為你最喜歡的激進組織做廣告的時候 多麼卑鄙 但這還沒完 奧巴馬又進一步寫道 在佛羅伊德被謀殺之後 新一代活動人士站起來 將他們的悲痛轉化為有組織的行動 發起一場運動 以提高人們對系統性種族主義 以及刑事司法和警察改革必要性的認識 這段話就不只是卑鄙了 可以說是在煽動革命 奧巴馬的目的是要槍制立法 最終取消憲法賦予人們的持槍權利 大家想想 中共殺害了八千萬無辜的中國人 大陸早已民怨沸騰 為什麼它能掌權七十多年 一個主要原因是 它控制了軍隊和警察 老百姓沒有槍支 甚至買刀都要實名制 現在美國的民主黨 早已蛻變成共產黨 壞事做得太多 想要永遠執政 剝奪民眾的持槍權 就成了他們重要的一步 星期三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在回覆左媒CNBC時 一語道破 民間持有槍制的奧秘 馬斯克說 他支持對所有槍制銷售進行嚴格的背景調查 也支持限制在特殊情況下出售攻擊性武器 比如只有賣給射擊場的老闆 或生活在幫派火拼那種高風險地區的人 但是最關鍵的 馬斯克堅持民眾擁有武器的權利 他說 我堅信持有武器的權利 這是防止政府潛在暴政的重要保證 從歷史上看 維護當權者在人民之上的權利 是他們不允許公眾擁有槍支的原因 馬斯克這個觀點 實際上就是美國國父們 當初制定憲法第二修正案的初衷 建國先父喬治華盛頓說過 一個自由的民族不僅應該有武器 而且應該有紀律 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劫匪遜也說過 任何自由人都不應該被禁止使用武器 想想在中國大陸 如果民間百姓擁有槍支 那麼 面對校園安全 保護孩童和老師 又不能禁止民眾持槍 那應該怎麼做呢? 星期五 川普總統在全國步槍協會的會議上提出了建議 他說 美國需要更容易限制精神錯亂的人 將暴力和精神錯亂的人限制在精神病院中 川普還提出了改善學校安全的建議 消除無槍學校區 每所學校都應該有一個單獨的入口 有堅固的圍欄和金屬探測器 每所學校還應該始終有一名警察或武裝警衛 這不是錢的問題 這是意志的問題 如果美國有400億美元可以寄給烏克蘭 我們就可以做到 川普提出的建議是一個可行的應急措施 有關川普總統的這次講話 我們將單獨做一次節目 跟大家分享 然而 美國目前的根本問題 則是社會的撕裂與文化的迷失 在極左的宣傳和慫恿下 社會變得越來越分裂和敵視 取消文化讓人們斷了傳統文化的根 極端的自由思想讓人們不再信仰神明 更失去了對生命的尊重 他們扣動扳機就像在遊戲中一樣 自由燈塔正在沉默 我們祈禱神佛拯救美國 好 謝謝大家 祝大家週末平安 我們下期再見